美国穷人看病真的免费吗 在美国曾经一度要求 所有人都必须有医疗保险 否则会罚款 但现在也取消这个规定了 所以美国有很多的既没有医疗保险 也在贫困线挣扎家庭 他们确实可以在看病的时候 申请减免医疗费用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个医院 Scripps 他们就明确规定了 如果你家的收入水平 在联邦贫困线标准的两倍下 你的医疗费用就可以全数免除 而如果是联邦贫困线标准的四倍下 就是部分免除 那么谁来承担这些费用呢 基本上医院联邦所在州 或者慈善机构都会提供一定的支持 但前提一定是来自于高税收 或者是高收费 相当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都要为此捐款 那这个其实我也不反对 只是我希望啊 你美国医院的费用能不能再降一点 因为实在是太高了嘛 那另一方面 对于有保险或者是有一定收入水平家庭 虽然你也可能不富裕 但是基本上你的费用是很难得到减免的 所以我曾经说过 美国是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的天堂 但话说回来 如果你有保险的话 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呢 明天来继续介绍 美国医疗时日谈 天天刷新世界观 我们明天见